回到今天第二节的自由广场桑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隔壁是Nancy 我们看回在2020年风风火火之后 开始慢慢转归沉寂 打国际线的继续打国际线 反送中国抗争在街上的抗争示威 当然是有,但是数目比较少了 当时Nancy在哪个时刻决定 说要放弃香港这个阵地,要出国才行 你当时的心路历程和时间点在哪个时刻 离开时间点在20年的年初 当时刚刚台湾未封关 但我很记得我上飞机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自己会去哪 当时是马装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来台湾 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没有想过我会来台湾 那你买飞机票,你也知道自己去哪 我当时的机票是去日本的 但我当时是很随意的 找个附近的地方,总之就先走了 因为24个小时内有一大堆队友被捕 那个想法就是先走了 明白 是的,接着就有人去说 现在想法其实不太合适 但有人说,很多走路的人去台湾 所以你把机票去台湾的话会被图定 有这样的声音 那我就不去台湾最近的地方,不去日本 所以第一站你先去日本 是的 其实你当时带了什么人在身上就走? 没有的,可能就是背着袋 背着袋? 是的 背着袋里面装什么? 整件三副鞋物 是的 就是随便整件的东西就走了 是的 当时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回到香港 什么都不想的了? 有大概想过如果安全的话就回到香港 但当然在香港就不是了 嗯 那去到日本了 那你没有选择留在日本 怎样会来台湾呢?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 那时候听到声音 台湾有民间团体 有比较多支持我们的一些资源 嗯 那我过来看看怎样 事实上你觉得这些资源是否充足呢? 看你怎样看 资源不经有民间和政府 那民间提供到的也很有限的 但是我知道 有民间的资源是 有帮我们找地方住 就是会给我们基本的费用 我不知道我们想不想开名 大家熟悉的都知道 是的 知道 那民间也有这个支援 也有很慷慨的民间人士 提供给这班手组 是能够有一定的费用 能够继续过必要的生活 有钱是不会的 一定是必要的生活 那当时候你是不是 因为台湾的政策的原因 你会选择要读书去维护 还是你想继续去读书呢? 本身想读书 还是迫着一定要读书才能居留到的? 我想本身也想读书 因为我本身在香港那时都 都未读完那个设计 对 在这边也要找限制 所以设计的设计还未读完 你当时没有选择 刚刚上星期也说过 就是希望做一些 真是落手落脚帮到人的东西 提供到解析的东西 所以转读医科 其实读医科的门槛相当高 那时候你怎么考到一些 台湾好的医学系去读书呢? 我觉得挺特别的 怎样说呢? 因为我当时交了一些 美国入学的成绩 SAT那些 用台湾或者香港的标准来说 其实那些相对会简单一点 正如 好像在香港去考什么IB狀元 会简单过你去做DSE的狀元 当然也不容易 但是会简单一点 是 于是乎你用美国入学的SAT 即入学考试成绩 去报台湾的医科 那当然就会比较 一个捷径一点的方式 是优势的 另外就是 我想比较有自信的 就是我的英文水平 肯定高过 台湾的入学医科生的平均 那入学英文已经拘捕了很多分 我想这个可能也有关系 是的 我想这个是很显然的分别 那当时你入读医科 希望有时都想圆湖祭世行医 就是能够行坛里面有人去帮忙 去帮很多人去做事 所以就入读医科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这个过程中 你的生活适应是遇到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些 创伤后的症候群要去克服呢 我又觉得没什么 我自己觉得是没什么 但是近年又会开始发现 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又不是认识到很多人的情况下 不是那么容易 没有什么想象中 应该想象中更加难 应该这么说 明白 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下 一个人 就是 好像孤身走我路 去到这个台湾里 讲白一点就是 没有人没有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从零开始 那不是只是说 三餐住宿的问题 还有涉及到 究竟你过得开不开心呢 你过得是 你就是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之下 你会觉得 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 那你当时 到现在 你有没有一个调息的方法 其实没什么 但是你说起那个 不习惯 我会想起一件事 就是 其实刚来到的时候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 感觉还好的时候 是因为 刚来到的时候 很多人 会有很多人肯帮你 可能就是那句 假设 你会经历了很多 可能有PTSD 所以说 然后会主动帮很多给你 甚至 可能 你那时候 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会多拿一些帮助 但是 然后过了 三四年之后 就会发现 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找不到帮助 是 2020年的时候 帮助了很多 因为大家对香港的议题 很关注 热到慢慢降的时候 那些人就开始 就是 这些事情就好像 所以 就算是事 也是事而不见 或者觉得 这件事 已经是次要的事 你会觉得 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你自己觉得 现在的生活 有没有很结局呢 或者说 你本身 你的朋友圈 是否都是很难开拓 遇到的困难 是什么地方 我觉得朋友圈 难开拓 也是的 也就是 一件事就是 年纪比 我的同学 多数同学大 是 可能有少少代仇 这个 是的 有一些又不一定 是关于背景的 我自己的人 比较内向 我觉得都是一个关系 跟着 变了一些不熟悉的东西 语言虽然是沟通到 但是没有那么熟悉 跟着 一样一样一样 叠上去 就可能会变成一个 挺大的barrier 嗯 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试图去 找一些工作 或者说 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可以赚到自己的钱 或者去做 这个很难 因为 一个说完就是 你的学生签证 是大部分的都做不到 是 跟着 你可能尝试去 去找的时候 可能 最后的结局 都是你朋友 要身份证才能做到 可能最低限度 就是 你连送planer 都要有工作签证 才可以申请 学生签证 都不给你做 是的 虽然政府就说 学生签证 每个星期 可以做 不知道多少个小时的东西 但是 你拿着学生签证去 那些公司觉得 你是学生签证 它不会承认你有 兼职多少个小时的东西 当然 你查劳动的法例 可以有这样的地方 可以得 但是呢 事实上 人家不会给 因为觉得麻烦 是的 他又特意帮你搞一堆手续 是的 这个就是 我们面对到很多个问题 那 在这段过程中 也都成为很多人的帮助 我都知道了 就是能够使得 你能够继续去读书 也都可以 你自己本身 可以这个 就是 继续在那 就是 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这段孤单时期 我觉得始终都会过去 因为呢 医学院呢 去读几年时间 六年时间 那现在四年最Hardcore 那些 就是最核心的科目 已经上完了 那未来的两年呢 就涉及到一些 就是可以 我们标签会失责 的意思就是 去医院那 去临床 做一些工作 那些工作是没有工 因为你是 这个 是学生 那 那这段时间 可能你看到的也有不同 也可能和人的接触也有不同 而就算毕业之后呢 你找到工作的接触面 也会增加很多 嗯 那我也希望 Nancy 你能够多多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嗯 这些东西很重要 而且 你自己生活上 有没有什么兴趣 喜欢看 我知道 你是不是喜欢看 一些动漫之类的东西 是会的 是的 是的 我今天还有 来到台湾之后 的环境 最近 我跟人去银电单车 这样 这个也是 在香港不会做的事情 嗯 OK 所以你是 懂得银大车 不是大车 应该说 我听说你正在学大车 我有学银巴士 是的 学银巴士 真厉害 真的太厉害 学银巴士 银四个车油式 就是普通的房车 之后有这个电单车 真的相当厉害 那你有没有跌伤过 当然有 有啊 一定有 这个都是伤痕 是的 整个伤痕在这里 相当吉要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 这个艰苦之中 学习新的东西 也会有挫折 在这段期间 你会觉得 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这段心路历程 还有你有没有后悔过 你在2019年所做的一切呢 后悔是没有的 但是当然你说 从头来过的话 有些决定 有些选择 会可能 做得明智一点 嗯 例如呢 例如 例如 你可以交一条命给你的队友 但不要交你的个人资料给你的队友 哦 OK 明白明白 即是说 信任别人会有个限度 可以这么说 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 很多时候我想 在那个运动当中 我觉得很难 事后这么说 嗯 说真的 去到出去的时候 是一肯血血 大家交一条命出来 去打的 如果没有交一条命出来 去打的话 是打不了的 真的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热情 那我会觉得 是 那个时间很难 那来到这个地方 我其实很 看到 就是说 不同的人 读不同的科目 会好这么做 那你未来 是不是想做医生的 嗯 想做 有没有想过哪一科的医生 还是还没选择的 我们还没选择的 就是会有方向 但是没有很具体 就是我自己会对 可能对一些 心臟内科 比较有兴趣 心臟内科 为什么要心臟内科 特别有兴趣 我几个科目有兴趣 就是 可能 那叫 急诊 A&E 然后 这个我觉得会 感觉上 那个 影响生命 比较大 比较重要的工作 但这个 这个真的不是那个原因 纯粹是这一类的工作 会比我有更加深刻的 感受 嗯 心臟内科 是包括什么 心臟内科 就是不包括施手术 但是它是包括什么 但是 除了 开药 当然不用说了 但是其实有很多 动手的 就是所谓 很精细才能做到这件事 嗯 你有信心的 但它有个 始终都是内科 你要 手脚 但是 怎样都不及外科 那么长 都不需要搞十几十个小时 这样 OK 这个相当 哇 相当重要 这件事可以救很多人命 而且是 我觉得是 一件相当难得的事 你会觉得 在台湾的就业前景 和外国比 是否外国会比较好些 还是你觉得台湾都可以考虑 那一定外国会比较好些 如果你有问题 我说深入了 可以说很多话 就是说到台湾的健保 就是 譬如 台湾的健保 是全世界第一 是 但是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医护 都表示 对台湾的健保制度 是悲观的 是的 那你觉得一股大冲突 是的 Nancy 其实知道 关于健保的制度 遇到的问题 以及 医学上的东西 其实比我 认识得更加多 我想比很多 在台港人 认识得更加多 因为他正在 现在读书的时候 接触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想 未来很多东西 可以值得请教 Nancy 就是对于台湾 医疗制度方面的 各方面的事实 最后想 有没有一些 最后的一些 讲法想和我补充 剩下一分钟 例如呢 例如说 你会有什么想和 在台港人 或者是 在香港看这个节目的 香港人说的 几句话 也有的 近期我觉得 越来越多 港台对立面 我很想提醒大家 不要看到一些 很低能的言论 就立刻冲上去 我经常觉得 网上看到一些 台湾人罵香港人 香港人罵台湾人 又没有样子 你一分钟都不知道 他后面的缩子 是否五毛 中国发出来的 我认为 这个真的很小心 我觉得 肯定有中国的势力 在分化香港和台湾人 我觉得 很值得注意 我很同意 我觉得既要反渗透 主要反分化 很多人以为 防止共谍 其实他根本不断用假消息 来分化不同人 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 而这件事对台湾 对香港都没有好处 所以希望大家都 能够无望初冲 能够守护我们的自由 我们呢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时间再见 拜拜